港珠澳大橋最快今年底通車 以後由香港口岸開車到珠澳口岸 只需要45分鐘 據了解當局除了容許擁有中港車牌 和日後蒸發的港澳車牌私家車 可以通行粵港澳三地之外 當局亦正在考慮泊車轉乘的模式 即是容許車主駕駛私家車 經大橋來往香港、珠海和澳門 舉例當香港車主拿到一次性的特別許可之後 可以開車經大橋到珠澳口岸 將車泊在口岸停車場裏 再轉成當地的公共交通工具進入市區 而有關私家車是不能在境內行駛 不過這個安排涉及不少的技術問題 包括許可證的配額數目及出入境限制等 口岸停車場亦需要作出配合 因此三地政府仍需時研究 運輸處發言人表示 有關討論以現有粵港跨境私家車的安排為基礎 具體安排仍在討論中 暫時未有定案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感謝 感謝